哇 超好吃的 哇 超好吃的 嘉義市長徒醒哲 在東京國際食品展上 大力推銷火雞肉飯 雞油跟油蔥酥的香味 吸引來美女試吃員品嘗 超好吃的 謝謝 市長 怎麼樣 很美味 日本人吃過了都說讚 這嘉義的平民美食進軍日本 果然大受歡迎 但火雞肉飯到了日本 卻變成了七面鳥肉飯 感覺怪怪的 那就拿出七面鳥飯這個名稱出來的時候 我們也是覺得 那這個到底是哪一個產品 還是說有其他的產品要推出呢 嘉義市的參展團隊 第一時間看到七面鳥肉飯的牌子 還以為是有其他嘉義名產自己落高了 但詢問日本人才知道 原來火雞頸部肉流有很多顏色 而七在日文有多的意思 所以才稱火雞為七面鳥 火雞配飯就是像這樣一模一樣的 跟常見的雞肉絲飯不同 這次參展的火雞肉飯 是用火雞胸或腿 切成的肉片 做成主食餐點 讓原本以為火雞 只有感恩節 才吃得到的日本人 嘖嘖稱奇 還有日商主動洽談 在日本開實體店面 他已經說看 是要用加盟的方式 還是用那個 我們的技術移轉 除了希望在年底 只有第一間實體店外 老闆也透露 北海道米商也想合作 也可能推出火雞肉飯的料理包 嘉義的順利美食 第一次出國 就打響名號 只是火雞肉飯 在日本開店 店名是要叫火雞肉 還是七面鳥肉飯呢 恐怕會讓老闆 炸傷腦筋 記者後公文東雲杰 嘉義報導